220万买不来全场人的尊重 但至少能买下邓紫棋此刻的自尊 眼前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的八沙子善晚会上 在其他女明星都穿着高定礼服争奇斗艳的时候 唯独邓紫棋被塞进了行李箱里狼狈的卖场 邓紫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炒作博眼球吗 其实说是也不是 当时为了筹集上款 明星们分成了三个小队进行PK 本来开头的黄晓明队和黄博队都挺正常的 一个筹到了200万 一个筹到了220万 但到了邓超队这里却画风突变 或许是不想落后于人 队长邓超脑袋一转就想了个损招 那就是让身穿皮裤 脚踩恨天高的邓紫棋 钻进行李箱里进行表演 同队的王祖兰也随声附和 人为言轻的邓紫棋不好拒绝 就这样被请进了行李箱 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刺激 两人更是一前一后紧紧的压住箱子 对着现场的观众调笑道 好 紫棋在里面唱存在 唱存在 证明自己在箱子里还是存在 外头气氛火热 可行李箱里的邓紫棋却憋得喘不过气 只能颤颤巍巍的回了一句 我已经快不存在了 我们不可否认 这场堪称闹剧式的表演 的确为邓超那对带来了不少爱心人士的知识 有一位爱心人士直接举牌220万 拍下了那幅画作 但这种丝毫不尊重邓紫棋的做法 却引起了许多网友的不满 也为那些人摆明了就是败高踩低 瞧邓紫棋不火才拿他开刀 毕竟同样是一个队伍的 那些人怎么没想过喊唐烟刘亦菲来钻行李箱呢 不过邓紫棋也并非第一次 也为不火受到不公平待遇了 其实早在前一年参加歌手时 他就受尽了冷眼 这是邓紫棋最没存在感的一次 当主持人张宇介绍他时 台下的观众一脸疑惑 压根不知道他是谁 后台的嘉宾们也都是以那个女的来形容邓紫棋 就连一向见多识广的音乐总监们 也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一开始经纪人在挑选歌手时 邓紫棋的房间也是无人问津 也为大家都想靠着已经有点名气的歌手撑到最后 邓紫棋这种没人认识的小歌手 自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最后选择邓紫棋的董小姐 也是因为被曹格拒绝后没办法才选择了他 实际上早在参加节目之前 邓紫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直到他甩出一手的泡沫瞬间征服全场 让所有人都明白了什么叫做人不可貌相 原来这个看似瘦小的姑娘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 四岁接触音乐 五岁尝试作曲 13岁考完了钢琴界最高级别的英皇八级 15岁也为创作歌曲被蜂鸟音乐看中签阅 未成年就获得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声力军女歌手金奖 2011年 年仅20岁的他更是在香港红看体育馆举办了演唱会 成为了首位登上红看体育馆开唱的90后 可以说邓紫棋绝对是粤语区当之无愧的小天后 只不过港圈就那么大点地方倘若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 那就必须转战内域 因此尽管一开始并没有人认识他 但他仍旧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湖南卫视的舞台 随后他又用四次常规赛冠军 让不少资深歌手为之汗言 然而就在众人期待着 他能一举夺冠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 只有张杰才懂邓紫棋的无理取闹 在我是歌手的比赛现场 邓紫棋突然毫无预兆地叫停了比赛 这一举动引发了后台嘉宾们的质疑 大家不明白邓紫棋为何要突然霸唱 后来邓紫棋解释说 是因为自己的儿反中忽然少了一段音轨 他听出来后立马转头示意伴奏团 希望能提醒他们马上改正 那支伴奏团却根本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依旧无动于衷地演奏着 于是邓紫棋这才直接举起了双手叫停 当时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是《喜欢你》 那段缺失的音鬼是邓紫棋为了纪念皇家剧 花了大价钱制作的一条 象征着皇家剧心跳的重鼓音 所以他无论如何都想要完整且精彩地展示出这首歌 本来是秉持着对音乐认真负责的态度 没想到落到了后台几位董王眼里却变了位 有人说他儿反少了个音拿下来不就好了 又不会影响什么 也有人明朝暗讽 莫名其妙来了一句 如果是成熟的歌手会把歌唱完 直接内涵邓紫棋少不惊世 缺乏大局观 总而言之 在这些董王眼里 邓紫棋的举动分明就是在无理取呢 好在全场唯一一位正经歌手 同样对音乐执着的章节站了出来 用一句话扭转了舆论的风向 成功替邓紫棋解了位 所以无论怎么说 在这场事故中 出最大问题的必然不是态度严谨的邓紫棋 而是明知在录节目 却还是让设备出现披露的节目组 为自己维权的邓紫棋又何措置有呢